所以就算昨天的零售消費股、旅遊股升 但是很多都還沒升到前日跌之前的水平 那會不會只是一個很短線技術上的反彈呢? 這個大家要網實 我們集中談談那個市傳的通知文件 就是說有機會會放寬那個封城措施 其實看到昨天內地在香港上市的 例如餐飲、啤酒、體育用品 即是航空股其實也有個大幅反彈 剛才說到有些傳聞就是 上海、廣州等百個市點 就將譬如那些入境人士的隔離日數 或者是那些風控區的解封標準就會放寬 那你剛才也有一點點說到 就是看一些官方的言論 你覺得鬆綁的機會都不是很大 或者那個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你覺得會不會是說那些 昨天大幅反彈的股份都是譚花一宴呢? 還是說有一個憧憬 這個憧憬也可以繼續炒下去? 憧憬就一定會有的 那因為始終現在你說 內地疫情再爆下去、蔓延下去 那我也都相信 他繼續要堅持一個這麼嚴謹的目標 一個清零那個的手段 就未必說可以長期是維持 那但是究竟你說現階段 是不是有個條件或者空間 給他們有個很大幅度的放寬呢? 那我覺得都未必得住 那一來可能現在內地就算是接種了疫苗的那些人士呢? 那可能都過了一定的期限了 那現時那個的抗體 可能都會是隨著時間是降低了 那再加上你說內地現在都可能剛剛才在籌備的一些比較大規模的隔離的設施 或者建一些方桑醫院 那如果你說那些設施未建好 未準備好了 就即時去大幅度放寬呢? 那可能他們又怕未必說可以真的處理到 相關的那些病人 或者那些病症 那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時間都要等一等的 那就是我不敢說 會不會去到連美都還在用這個 就是動態清零的政策 或者標準是這麼嚴重的 那可能在未來這幾個星期 那如果你說有更加多一些譬如長三角的地區 真的錄得過感染或者擴散的話 那我相信整個清零的那個手段 就未必可以在短期裡面 是大幅度是放寬 那所以對於一些零售 餐飲 旅遊這些股市 就是和疫情是最敏感的板塊 你預計了那個波動性是比較大的 那就算你說昨天有個反彈 那但是你說接下來見這幾天 那些疫情又進一步擴散 進一步惡化 那自不然又會再跌下去 那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來內地那個疫情是怎樣發展 那這個因素是這麼不確定的時候 你買一些零售股 買一些消費股 都預計了會有一定那個風險 那直到接下來 真的見到有個比較明顯的受控 或者真的一些官方 很有權威性的文件出到來 說明整體的防控政策 是有個放寬 那到時候才會有那個比較大的 就是誘因啊 或者大的直播率 去買這些股 請看我 Cyrus 你別勞取消費 這就是在那裡 你哪有幾天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這麼說 我去把那裡 你可以遇到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但是 你怎麼了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那麼說